上个月举行的亚洲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国手选拔 新北市淡水区女将超级给力 十个女子亮姐囊跨了三个国手名额 这个成绩的背后是来自于地方议员郑宇恩 长期关怀得来的成果 得奖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郑德国中在学生江宜璇 以及毕业生江宜山徐若萱 郑德国中校长黄毅静表示 很感谢议员如此的重视基层的运动环境 上个月举行的亚洲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国手选拔 新北市淡水区女将超级给力 十个女子亮姐当中 南瓜了三个国手名额 而这个成绩背后则是地方议员郑宇恩 长期关怀得来的成果 得奖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郑德国中在学生江宜璇 以及毕业生江宜山徐若萱 郑德国中校长也表示 很感谢议员如此重视基层运动环境 今年淡水区出了三位的亚青国手 这是非常不简单的成绩 而且都是女生 所以很荣幸有三位的淡水居民 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出去比赛 那前阵子我也去他们的这个集训的时候 去帮他们加油打气 那看到他们都是全中运的得奖者 而且可以顺利代表国家出去 他们的这个训练其实都非常的扎实 议员表示这几年协助争取在校内建制运动防护室 还有添购跆拳道电子护具 让选手在全中运与国手选拔相关比赛当中 取得非常亮眼的成绩 而另外也在跆拳道队还没有成绩的时候 就愿意全心全力的帮学校以及选手 淡水居选手近三年已经拿到了四面全中运的金牌 还有六个国手资格 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出国可以拿到好的成绩 那我们在地方议会也会尽力的来帮忙他们 包括整个台拳道周边的这些电子护具设备的一个提升 那甚至是新北市我们也会加强这个体育局 未来在明年1月1号成立 我们也会加强体育局对于运动的重视 议员表示 接获通报一次选上了三个国手相当开心 自己求学的时候也曾经参与跆拳道运动 对于该项运动相当支持 未来也会持续的在选区内协助学校运动团队 建立更优质的训练环境与师资体系 记得许多一淡水采访报导